重体大碑 那当然各位只要想到晚上就做 白天也要做 白天最好醉了阳光洒甘露水 所以我认为这个很好 24小时都在布施 方便的话晚上旁边给它擦一次甘露香 乃至做了简单的烟供 然后你会觉得每天心情会很好 念一下慈悲是内心平静的方法 今天下午我们生命协会很慈悲 安排我们去太和观老人院 然后首先他们请了歌星 他们在那边跳舞 有人穿小丑的衣服 让那些小人那些老人很快乐 唱什么甜蜜蜜 月亮代表我的心真好听 那时候我就想说这才叫金刚舞 我们又唱又跳 让那些老人很快乐 老人也在那边甜蜜蜜 来自那边月亮代表我的心 他们也在那边挥旗子 我觉得这个就是 事实上我们去布施的人比老人还快乐 对不对 佛教的方法很简单 念一下给人快乐 自己就快乐 所以很简单的方法 你去帮助众生 这是超越自己烦恼 开悟 正空性 最快的方法 所以各位 多多去帮助众生 鸟也好 做烟共 更好 所以我想你家楼下 最近应该蚂蚁很多 你就可以喂喂蚂蚁 乃至看不见的众生更多 到处去撒一点米 做一点烟共 撒一点水 慈悲是达到空性最快的方法 所以佛陀讲得很好 慈悲 为众生 是快乐 乃至成佛之因 为自己 那是烦恼 痛苦之因 所以你自己烦恼来了 不要想太多 赶快去慈悲就好 所以我们生命协会 带我们去 见了很多老人 当然里面也有马来人 也有印度人 反正微笑是共同一员 然后呢 再送给他礼物啊 他也很快乐 所以 当然有些老人比较苦 但是无论如何 不断的祝福 所以我在这边强调 我也很期望各位 经常去关心 需要被关心的人 特别是老人 因为他们在老人院啊 家人去的不多 然后家人有人去 他们更难过 为什么 为什么我儿子都不来 他们那个更难过 所以 我想我们去 我们就把他当作 自己的父母来 对他好来孝顺 他就可以化解 他一点点的寂寞啊 痛苦啊 那我们 不过我跟各位 讲一句话 你关心的 道的都做过你父母 不然你关心不到他 这一点你记住 所以我们大圣佛教 是要来报恩的 报众生恩 为什么 因为众生都是我们的父母 所以想尽办法 众生包括鸟 包括鱼 包括有形 包括无形 特别各位在新加坡 有印度人 有马来人 有其他的各种各种的人种 更多的西方人 那都是我们关心的对象 所以各位下回 你要站在十字路口 站在那边 看到每一个人 哈喽 你要练习啊 你要把你的眼睛变成慈悲 把你的心 你要练习 千万不要把自己关在你的 什么多少钱的房子里面 关在里面 每天跟老公老婆吵架 所以你要 你要开始对外 对外 这个大圣佛教 去主动关心他们 刚刚他们请我去用完摘 旁边住了很多印度人 印度的工人 我看那些衣服 这个看来讲 我原来都是印度的那些工人 我就一直走来走去 为他们念佛啊 对不对 印度人 感谢印度人 因为我们佛陀是出生在印度 但是无论如何 反正所有友情都是 我们慈悲的对象 走来走去也是慈悲 为他们念 为他们祈愿 希望他们快乐 旁边有车子 希望每一部车 开车都平安 像我每天都经常要坐飞机 然后只要在飞机场 就一直念 所有飞机都平安 没有一部飞机掉下来 所有人 因为不管用什么方法 慈悲不要花钱 但是慈悲却是我们内心最圆满的财富 所以各位 念一下 用慈悲过生活 把慈悲当生命 好不好 不要把计较生气 忌妒 当作你的生命 你要生气 有一百个理由给你生气 你不想生气 有一千个理由不用生气 这样内心里面 很快乐 很平静 去餐厅吃饭 感谢老板 感谢员工 感谢厨房 所以我一定要去上厕所 感谢厕所的大小音轨 外面的众生 那你就时时刻刻 如此就好 很多人问我说 师父我功力不够 这个念怎么办 万一他们吃了不走怎么办 这个都是自私 那我念了他们吃得到吗 我又不是出家人 你要不要试试看 在你们楼上开始丢新加坡币 管他什么人都会来抢 他管你这新加坡人币 我不减 我印度人不减 慈悲是任何众生 你只要对他布施 他都会借这个机会感谢你 而且你跟他结善缘 这个很重要 所以各位一定要念习 如果你要行菩萨道 你现在不开始结善缘 就像以后做大法师 佛经背下来 没有半个人要听你说佛法 这样知道吗 所以现在很多人跟我派照 我于有荣应 好在我修的还可以 看到你就不喜欢看你 这些事情完蛋了 所以因为大乘佛教 最重要的就是缘分 缘分 让别人看到你 还想亲近你 不讨厌你 包括外国人都一样 特别因为我经常在出国的 我自己都做实验 这两天坐在机场 怎么老外都不看我 我要好好忏悔 一定我发不要生气 你要坐在那边 每个人看你都不忍不看你 就像看美女一样 成功了 不是看我 而是看到佛法的味道 你要知道吗 一定要我们身为佛教徒 要表现一个佛教的特色 念一下 自在 忍辱 慈悲 关怀 我们活着就是为对方而活着 时时刻刻散发那种美 不管你在哪里 我都会为对方活着 他开餐厅 他走路 他卖东西 一直为他祈福 要漂亮了 拿莫妙色神如来 要赚钱了 拿莫多宝如来 你就一直祈福他 开车了平安 所以各位新加坡 什么不多 就是人多 但是你千万不要孤立了 孤僻了 自私了 那对我们就伤害很大 下辈子你可能会出生到北极吧 反正你看不到人 所以孤傲的人就会 女生要是孤傲 孤傲就会子宫寒 会有子宫病 对吧 男生要是孤傲 然后他就会有色护腺问题 那心态就会变成你的病 观音 招请首应 我再教一次 就是这样 这支手 会发白色的光 好远好远 他们一看到这个观音的白色慈悲光 他们就会赶快过来 因为他们想要离苦 他们想要吃 所以你可以招请到他方世界 最深的无间地狱 最可怜的恶鬼城 最偏僻的可怜的亡魂 都希望他们来 来到这个九皇圣会 大家又做了很多的功德 点水 而且每一滴水都变成阳光 普照大地 而且 接受到这个光了 叫水晶光 全身清凉 喉咙打开 永远不会再吐火了 现在要请地藏王菩萨加持 念地藏菩萨灭定夜真言 各位最好这样做 当你念灭定夜真言 马上看到地藏王菩萨 乃至跟你合为一体 从心间放出蓝色的光 然后就去照在那个痛苦的众生 他得癌症也是个定夜 他下地狱也是个定夜 他做恶鬼道也是定夜 定夜就是说 这个恶夜照了 他已经在享受了 可以把这个定夜都消除 非常慈悲 非常慈悲 你一天能够念个一千零八十遍 你太慈悲了 你马上就变成地藏菩萨的分身菩萨了 因为你把地藏王菩萨的功德 而且各位我要强调 当你有这个信心 对众生有悲心 在念这个咒的时候 你所得到的付出的力量 百分之一百等于地藏菩萨 所以我们才会说 念咒那就等于你就是地藏菩萨 因为你有这个信心跟悲心 地藏菩萨的力量就透过你反射给对方 而且你自己先得到地藏王菩萨 百分之一百的加持 那你念习久了以后 你会发现你的心 变了 不想恨人 不想恨人 因为你只想慈悲 那时候慈悲变成你的呼吸空气 那个时候好有意义 所以也为了要帮助这么多众生 你从来打虫肉酱都不想恨人 不想讲一句坏话 因为你很怕损伤到你的悲心 去利益众生 就像各位你把眼镜打破了 你把手机的镜子打破了 这个就不好用了 所以菩萨为什么会突然就不生气 一个修行人想慈悲 突然就不会想吃一块肉 你叫他去抽一根烟 他都不想抽 并不是他不想抽烟 而是他的悲心已经大过于他的烦恼 因为他想帮助众生 所以就像我们的妈妈爸爸生病的时候 医生跟你谈什么条件 你都会答应 为什么 因为你一定要爸爸妈妈好 所以大乘佛教才会这么强调慈悲 你会觉得我这个爱脾气 爱脾气 或爱骂人怎么样 改不过来 因为你没有去慈悲 如果你真是想要去慈悲 他自然就不见了 所以念一下 慈悲无障碍 所以释迦摩尼佛降魔 完全没有用什么特殊的力量 他就是打坐 用慈悲心自然发光 魔的武器就变成花蕁 这是佛陀告诉我们 唯一的方法 慈悲三昧 三昧就是保持慈悲就好了 对方拿刀子来杀你 对方好可怜 造了这个恶业 希望他将来不要去害到别人 奇怪他刀子就断了 这个就是观音菩萨 如果你怕你自己力量不够 那你就称念观音菩萨的慈悲来加持你 所以呢刀子断断了 所以各种灾难都不会陷阱 也就是普门品的重点 所以各位掌握到这一点 佛教没有什么特殊的秘密或技巧 你只要愿意慈悲 今天有人泼你流酸了 你想着慈悲 哎呀他好可怜 流酸都变成甘露水 记住哦 这永远记住 这个是众生皆平等 皆本具的佛性 慈悲 谁没有慈悲 一只老虎都有慈悲 他想要对他的老虎儿 一个乞丐都有慈悲 他想要养他的儿子 人人俱足这个 你只是把这个悲心 来对不一样的人就好了 简不简单 那你要决定 你要决定 你既然那么爱你老公 那现在他外面有女人 你继续慈悲就好 那不是简单的吗 然后那个女生就会不好意思 就离开了 就没有别的理由 就会有因缘 但是如果你开始跟他打仗 问题就来了 所以各位我想 各位永远记住 就有人问我说 师父 我怕鬼 我就问他 你有没有见过鬼 没有 那你怕什么怕 他说你看到了我 再跟你说怎么办 事实上 如果让我们有机会看到鬼 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对他慈悲 请问你对鬼慈悲 鬼会变什么 鬼就变成菩萨了 一切唯心照 你对他慈悲 那他就显现慈悲相 你对他称恨 他就显现称恨相 我先讲一个故事 有一次玉皇大帝去 娑婆世界参访 就有一个丑陋鬼 爬到玉皇大帝 那个鬼还很有神通 居然可以到套利天 很大的威德利 就坐在玉皇大帝的位置 然后呢 每个人都去骂他 去骂他 那这个称恨鬼就是这样 你越骂我 我力量越大 所以他就越来越 越魔鬼 越力量大 大家骂到没力的跑掉了 那等玉皇大帝回来 大家跪了 玉皇大帝啊 你看你的位置 称恨鬼跟你跪在那边 我们骂他骂不走 好厉害啊 那玉皇大帝就过去了 玉皇大帝说 哇 这位啊 你好伟大 坐一个好的位置 一直称赞他